小村庄里抗尽吸血贼 我那个鞋 村民恐慌又痛恨 只要脖子不吃肉 这可恶的吸血贼究竟是谁 哪来的吸血贼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西方的电影电视里 看到一种怪物 据描述他们怕阳光 只在夜里出没 抓到人以后 会用又长又尖的牙 一口咬住人的脖子吸食鲜血 说得我自己都有点不憨而栗了 我想你也猜到了 那就是吸血鬼 可怕的是 这样的嗜血场面 不只是电影里才有 现实中的小山村里 居然也出现了类似的一幕 只不过 现实中并不是什么吸血鬼 而是一群专喝鸡血的贼 那么这到底是一群怎样的吸血贼呢 又为什么频频造访鸡舍呢 八月初的一天早晨 张喜庭像往常一样 一起床就直奔鸡窝给鸡喂食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让张大爷顿时短道迷雾重重 往常啊 只要张大爷咕咕这么一叫 鸡窝里的十七只大母鸡就扑腾出来吃神了 今天这些鸡怎么这么反常呢 当张大爷揭开十面瓦一看 眼前的一幕 显示让他老人家魂飞魄散了 十五只鸡 一夜之间死于非命 张大爷这心里边可是如同刀割呀 仍然觉得他老人家还惊魂未定时 他发现了又一个一直毛骨悚然的事 只要鸡脖子喝鸡血不吃肉 什么东西会耗这一口 就在张大爷和老伴百思不得其解释 在鸡窝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突然露出一个黑色的影子 吃好了喝好了 他都不对呀 黄鼠狼得鸡半年没安好心呢 难道这十五只大母鸡 就是残死在黄鼠狼的手下 不过仔细一想 黄鼠狼的颜色可是黄色呢 而张大爷老两口看见的动物 却是黑色的 可是那黑色的动物 为什么也会放臭屁呢 难道它是黄鼠狼的近亲 超级家伙的张大爷正要看个究竟 那嫌疑犯竟溜之大极了 这不干一样的 他不一定都说什么世界他还还回来 思想起来这十五只死里的那么残忍 你没有决人都相信 闯进张晴喜老人家的吸血贼可真是无缝不钻呢 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窟窿 他都能拱进去 究竟什么动物这么厉害 就在村民们纷纷揣测时 吸血贼再次进村扫荡了 半月十二点 张秋生听到自家鸡窝里传出一阵阵的惨叫声 虽然老人家紧赶慢赶跑到鸡窝前 可是他的鸡还是没有逃过一天 张秋生老人也是眼睁睁的 看着这个黑色的家伙逃之遥遥 连续两天晚上喝干了二十只鸡的血 这事弄得胡家探的村民们可是人心惶惶 真是怕啥来啥 尽管吃鸡鹅白天黑天都插着门 可是吸血贼还是不请自来了 这只鸡受了惊吓 已经一个星期不吃东西了 也不让人靠近 咱注意看它的脖子 很明显被毁过绒 瞧着上面的毛还没长出来呢 好在呀不可脱险哈 不幸的是 它的三个伙伴确实在一起难逃 你本人是想它 那么这鸡都是掏起来没了 我说以后都是说别发生这种事 我说真是不行 专吸鸡血不吃肉 黑色牙齿尖利身体带臭味 这些特点加起来 渐渐形成了吸血贼的化相 这到底什么动物 它又从何而来的 老乡们决定展开抓捕鸡肉 这块那个旁边这鸡射是吧 对 怎么样咱们进来有把握 应该有可能 吸血贼今晚会来偷吃鸡吗 半夜十一点左右 在静静等待了一个小时后 目标终于成现了 不消瘦 快点 狙白 听村民说 这个家伙 就是他们在鸡窝里 看到的鸡窝 为了不冤枉他 村民们还特意做了一个试验 瞧 把一只咬死的鸡 放在笼子里做诱饵 可奇怪的是 他对死鸡并不把兴趣 正当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 这个黑家伙 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让问题豁然而紧 他一口就咬下去 这下算是不打自招了 虽然还不知道 真凶到底是个啥动物 但无论怎样 村里该从此恢复平静了吧 然而就在乡亲们 刚刚松了一口气去 令他们更头疼的事 却接着而至了 让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那家伙非但没有救死罢手 而且郁余家猖狂 竟然名不张胆的群体出战 无奈时下老乡们采取了下下策 我帮他人弄起来 我赶紧拿去才定死他 你都说弄不着 帮来这老百姓 帮来都是盖着 不容易的喂个劲 是吧 喂个溜出了 那些家里 你说这么吃着 因为味道这么大 说走开都给走开了 大是多了 大概有多少吃 我想啊 我上去知道 有20%了 不知道后地 不知道有多少 有没有人抓着火的呀 火的我可不知道 胡家滩村位于 卵排脑风景区脚下 听村民说呀 风景区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像野鸡野兔 蛇野猪黄鼠狼等等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黑色的动物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从哪里来呢 就在老乡们一筹莫展时 一个重要的线索 捕出水面 就是山上防下去 那个养殖那个水雕 到村边的地方 把这个鸡都咬了 胡家滩的乡亲们 听到这个消息 都大吃一惊 原来让他们日夜 提心吊胆 恨之入骨的吸血贼 竟是被人特意 从轮台脑风景区的山上 放下来的 要说呀 村里人平日 也没和景区的人 结什么仇啊 他们为什么放这些 专干坏事的家伙下山呢 再说了 村民还打探到 养殖的水雕呀 一只只两三百块钱 这么值钱的东西 怎么就没人要了呢 就在村民们 云里雾里的时候 景区的人 终于站出来说话了 黑色吸血贼 竟然是养殖的水雕 而且是被人从山上放下来的 这不明摆着放虎下山吗 什么人会干这种事呢 这个乱台脑呢 本身就是佛教圣地 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这个河北的佛邪 与我们参与山景区管理者 谈说是有一些放生活动 作为我本人呢 就是说 在佛教圣地下放生 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人家去指门外 原来有人在景区 进行了放生活动 那么他们在山上 哪个位置放生的呢 当时放生就是在这个位置 客户车拉了笼子 笼子里边有雕 有个十几只的这个狐狸 雕大概总共加起来 放生的有四百多吧 什么 放了四百多只水雕 还有十几只狐狸 他们为什么要放生这些动物呢 记者电话采访了 参与放生活动的吴先生 您七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在鸾台岛风景区 参与过放生活动 是 我参加了 您参与这个活动的初衷 是为了什么呀 看来人家是一片好心的 可是这水雕是自由了 但山顶下的村子 却从此鸡犬不严了 他放生他得刮住 你下来别害人 别害不你 认死吧 你们发脑 养个劲 养个啥都不容易 说不定是 不想到这 把这吊给吃了 轮潭岛风景区下面 有五个村庄 而胡家参村 是离放生地点 最近的一个村 就在村民们 都把矛头指向放生的人士 景区的人却认为 这一切不可能是放生惹的祸 他们凭什么 那么理直气壮呢 佛教协会再三保证 不是水雕 不是肉食动物 他说这些东西 不吃鸡饿 咱们也没有时间了解一下 这个水雕的喜性 因为咱也不懂这个 会不会是大家伙 都没有实清水雕的真面目呢 水雕到底是不是肉食动物 水雕呢 是一种小型的食肉型动物 属于黑黄幼是一类的 它主要吃一些小的动物 包括一些鸡鸟类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水雕放出来以后 吃加鲜是很正常 另外水雕它本身身上 有这个抽线 跟黄幼一样 所以它有一定的气味 水雕是肉食动物 这点毫无疑问了 可是被放生的养殖水雕 为什么只吸血 不吃肉呢 雕放到山上 首先山上的温度 是比较低的 这样雕 从上面往下走 是很正常的 这样的话会对农村里的 养的一些基因 会造成一些危害 但是它经过这么多年 的人工饲养以后啊 它像和野生的雕 是不一样的 它虽然会扑吃 但它不会吃 看来被放生的水雕 也很委屈呢 人家圆滚在笼子里 待得好好的 有吃有喝 多逍遥自在啊 现在 不想和自己 到处觅食 还特不招人待见 这样下去 它们能求活下来吗 这个东西放到野外以后 它首先面临的一个生存问题 第一是吃 它没有足够的食物 它也不会朴实 这个野生动物呢 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会饿死 有的可能 吃一些个老百姓的家禽 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但是这样农民呢 会非常反感 农民会打它 会扑杀它 这样与泥放生的目的呢 事以原为 这回景区的人 是大彻大悟了 可是 还有谁来赔偿农民的损失呢 景区的态度很坚决 在我们这儿放生的 我们就要对得起百姓 一只鸡赔偿50块钱 这样做村民满意了 他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不过事情似乎 并没有救死互数 一场更大的危机 正向进行 一般上 咬死了40多只鸡 那现在一共 这个咬死了多少只 现在啊 估计这个 就是咬一百 我在鸡场里 都发现都是 百事一百还多的 苦力挺挺都有 当时加班说 最少有三十千百天 这一年你都算不配 轮胎脑景区里 有养殖员和种植员 自从在景区 举行放生活动后 养鸡场里的鸡 每天都遭到袭击 伤心的还不止 卫师傅一个人呢 在养殖员里 养鸽子的乔师傅 也被水雕 给折腾惨了 今天晚上 养殖员的 有时间晚上 你起来搜尺 听见这鸽子一飞 我都赶紧起来 鸟死二十多只吧 我这鸟喝了以后 不吃肉 鸟死封景区 一百多只鸡 二十多只鸽子 这水雕 可就彻底杀了花了 令人更加难以预料的是 他连人都敢惹 都十手营状 还要 鸟之会掉 把那这鸭掐住 都是疼还流血 看来啊 再不想办法 防范水雕的野蛮行为 还不知道 他能折腾出 什么出格的事 要是在鸽子的时候 让他上那边吃 他的往那边 一载一会 你看他门 是这个鸟子 是这个声 把他抓到那边来的 看我们都 架固窗户 架固闷子 都盯住 晚上黑暗闷闷子 都弄到这 这磨味瘪子 那景区的人怎么做的呢 他们总不会 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水雕 为非作歹吧 这里就有这么多缸啊 刚刚那时候我们 专门去买了一批缸 八十多个吧 百十来个那样 这个雕们山上缺水 我们特意买了 这个水槽 我们当时又备了点饲料 备点饲料 往这个四周这 撒点饲料 景区也是用心良苦啊 不过 水雕是丝毫不领情 人家压根就不来这儿进餐 除了被打死的 还有被活捉的 仍然有将近 三百六十只水雕 不知去向 怎么才能让这山上山下 都恢复太平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地政府 应该阻止人员的 把放生的雕 回收一下 有些养殖户 可以把它继续 回收进行养殖 或者是危害 这个短架的时候 危害机的时候 老百姓可以扑杀一部分 因为放生而带来麻烦的 还不止 卵台脑警区一个地方 2011年7月份 一千斤蛇 在河北野三坡被放生 放生过程中 一名参加者被蛇咬伤 而当地村民因害怕 而不得不全副武装上山 2011年4月份 170只人工 饲养的狐狸 被放生到山东省 崖山国家村林公园内 咬鸡 咬鸭 豪庄家 频频作案的小狐狸 让附近的居民损失惨重 2007年11月 20只水雕 被放生到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 两天就咬死两户村民家中的 110多只鸡 看来啊 有时候好心 也不一定能做成好事 该怎么科学的放生呢 放生一定要科学的放生 一定要经过林野部门同意以后放生 如果这个地方本身没有这个野生动物 你把它放生到野外 它对当地的这个一些动植物呢 造成一些危害 出于外来物种 可能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是个破坏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这种野生动物 你就不要在这上放 哎呀 闹了半天 这全都是盲目放生惹的祸啊 在咱们民间呢 一直有放生的习惯 以前呢 比较传统的是把被抓的鱼啊 鸟等小动物放回自然界 这确实是一种善举 对物种的保护和大家环保意识的提升 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这几年 放生队伍不断的壮大 放生的动物也是越来越大 而且还缺乏科学的指导和管理 就像这次一样 出于道德行善放生 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 不道德的杀生后果 好心干坏事 着实是一件令人尴尬 又值得深思的事 如果放生达不到救生的目的 放生再多 意义又何在呢 所以野外大批样放生的时候 一定要尊重和维护当地的生物链体系 我们并不否定放生行为 而是呼吁科学理智的放生 这样才能让原来美好的初衷不走样 好了 今天有讲收拾的问题是 节目中的水雕是不是野生的呢 达赛的观众有机会获得周奖万宝太阳能一台 月奖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他们为什么撕扯争吱 他们肩负着怎样的责任 五星级诚信文明市场有什么特殊之处 天天要责任 这个是六星不赖的 进行说看文明相风 唐桥市场的故事